以下节目由Toyota赞助播出 马上带你追踪地方新闻 Uber和LIF两家公司都在星期四表示 最早可能为星期五的午夜时分 就需要终止在加州的网约车服务业务 这篇消息传出之后 LIF的股价跌了8% Uber也跌了3% 已经习惯召车出行的民众很难自信 Uber和LIF两家公司的服务 竟然这么戏剧化的形式来暂告加州 而现而加州上诉法院今天批准了 暂缓对Uber和LIF停运的制裁 这个意味着两家公司可以在上诉的同时继续运营 而这次这两家公司将会被逼在星期五暂停于加州的运营 今年5月份 加州总检测长起诉这两家公司 称他们违反了加州今年早些时候通过的新努工法 AB5 该法律要求这两家公司将属下的司机视为全职员工 并不是独立的承包商 作为员工 司机们有资格享受病假和其他福利 适逢加州新冠疫情事略 这些问题变得更加迫切 加州法官上星期 给予这两家公司最后通牒 要求他们在这个星期五之前 将旗下的司机重新分类 而两家公司都对这个决定提出了上诉 要求中止上述判决 两家公司强调 公司只不过是为驾驶员和乘客搭建桥梁 而不是一家运输公司 因此司机载客不是他们日常业务之一 LIFT在星期四博客中写道 这不是我们想做的事 因为我们知道数以万的加州人 每一天都依靠着LIFT进行必要的旅行 Uber首席執行官和LIFT的总裁表示 他们宁愿暂停在加州的运营 也不愿一夜之间破坏业务模式 两家公司都认为重新分类将会要求驾驶员 进行预定的班次会削减他们目前所享有的灵活性 不过暂停运营所带来的损失也很大 因为根据统计 加州搭车的业务份额占了Uber全球乘客业务份额9% 也占了LIFT全球乘客业务份额16% 根据财报披露 Uber第二季度乘车业务同比下降了75% LIFT的活跃车主同比下降了一半以上 这两家公司表示将现有的模式转为雇佣模式 将逼使他们选择更少的司机 并且要求司机专守每星期工作40小时的规定 因为这是美国全职员工工事市场标准 Uber方面表示 在加州旗下20万名司机里 每星期可以工作40小时或以上的人不到2% 而LIFT也表示 在他们30万的司机里面 有86%的人每周驾驶时间也不超过20小时 两家公司在研究中 或者在短期内可以有绕开裁决的替代方案 一种设想是 将他们的品牌授权给车队运营商 而这种模式下 驾驶员就可以有预定的小时工资 车队也可以监视和督促他们的驾驶员业务 但Uber发言人 洛瓦·爱德华心问 是否最终可以在加州实行 Uber和LIFT将会有机会通过11月的投票 要避免基于AB5的进一步法律行动 例如选民支持22号提案 Uber和LIFT的乘车和送餐服务 可以从AB5法案当中获得豁免 在提案22中 宁靠将一种司机指定为合同工 可享受几项新的福利 加州上诉法院 今天暂时延长了Uber和LIFT 必须要专手员工重新分类的命令时间 而他们两家公司也可以延期 至8月25号下5点之前提交书面声明 和以该命令中指明的加急程序 天后卫视编辑不到 地区 谢谢大家